大事来喽,美国国会有一个特别委员会 众院六个人,参院六个人都是由两党的人共同组成的 他们拿出了一个重磅的报告 建议国会取消罪汇国待遇 原来这个法案呢,其实在约翰逊他们那儿 就是美国众议院一直就在酝酿 结果现在由这个委员会重磅提出 可以讲2025年将是这件事的结束之年 现在看这是个超大概率的事件 一会儿给大家强调啊,不光是这个,还有别的呢